这一状不晓力 小男童直接被往前撞飞 骑士绿灯起步转弯 右边出现一辆电动车 加速超车 学生骑电动摩托车 还没戴安全帽 要抢快右转弯 直接加速往前 没想到斑马线上 有学生要过马路 其中一名小学生用跑的 结果就迎面被冲撞 人被撞飞 旁边同学吓得又跑回人行道 据车撞击事故 发生在高雄市三明区 大畅一路上 旁边刚好是古小学区 十岁男童放学过马路 要走斑马线 却被撞到挫伤 警方初步研判 是南骑士没有礼让行人 依法最高开罚一千两百元 但是骑车开车 礼让行人为优先 要是不落实 恐怕永远只是口号 记得说明小林智慧 高雄报道